澳美加成岁出璀璨 2023年澳门青年文化节 今天在广州清宫拉开序幕 活动以精彩分成的文艺演出 和澳门文化摊位展示 吸引众多青年过来打卡体验 这次文化节以文化交流为桥梁 邀请广东11所高校的澳门青年参与 设置澳门文化摊位 手工作坊体验 和澳门青年文化节文艺表演等环节 澳门青年荣珍珍分享了 融入湾区生活的感想 她说刚来湾区工作的时候 从12355港澳青年服务热线 获得不少帮助 这条热线从2019年开通以来 不断对服务功能更新迭代 目前热线的微信公众号 已经改版上线 那就是在今年的话 我们会更加的聚焦南沙面向湾区 为那些港澳青年来到广州之后的 一个政策咨询 服务参与 以及湾区发展这边 会提供一个 以战式先上的一个综合服务 众多澳门文化摊位 把现场打造成热闹的嘉年华 澳门风采拼 澳门知多少 让大家充分了解澳门的风土人情 和城市文化 就是我们做一个主题 叫穿越澳门建筑 是以澳门的五个 比较出名的建筑物来做一个主题 参与者可以获得了豆沙包 然后让豆沙包来穿过了澳门建筑 这次文化节融合了特色文化 青春文创等创新元素 帮助岁澳青年增进了解 粤港澳大湾区 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大的平台 可以展示一下我们澳门的青年 他们的一些风采 接下来活动还会继续组织科技创新 红色寻根等交流活动 推动港澳青年 加深对国家的认同感和自豪感